商務及發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馬時鏗 出席基於香港活動時 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潛力大 未來可以發展更多高增值產業 他又提到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之後 有些高增值的行業來香港 然後在香港作為一個基地 然後就可以銷售去大灣區 我覺得這是最理想的一個 大家可以互相合作的 他又提到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之後 留意到外國媒體報道不準確 令海外公司來香港 營商有負面印象 建議商界和特區政府 要多到外國出訪多解說 他認為香港股票市場活躍 也有不少人才 加上在國家支持之下 對香港的前途充滿信心